HELLO 大家好 接下來是1月22日這個豬年最後一次賽事 希望大家今次在九場賽事裡贏到一點錢過肥年 頭場是5群2200米的低班大長途賽事 選了潘頓大哥這隻馬 2號的蒜頭爺爺 這隻馬過往在4群的長途都有好表現 前一次都是同路程的2200米 上名的 那場是輸給高尖軟竹和聚醒神 都是當時的fit的馬 這次下班 上場大敗可以不厲害 下班是一個很大的變數 下班之後潘頓馬上拿來騎 拿來粗 你計算一下這隻低班馬 潘頓是丟很多時間下去 幫這隻馬快跳 摸到緊緊緊緊緊的 戰意是非常清晰和明顯的 那你再看這隻馬 過往跑過6次這個老程 只有一次上不到名 5次上名的 准到禁交關的 這次下班是擺明居馬 博散 次選就是這隻6號的得意 其實我今季都經常偷著葉初行 兩隻以上的馬童場出錯 我總覺得他有機會賺 但這麼久都貼不中 希望這次選到 以馬倫馬一隻6號的得意 其實是馬房的次選 但你看看他前次爆大冷 六雅幾倍贏那一隻 那一場之後 他再出也維持著近的 都有獎金 但對頭馬沒力威脅的近三場 但也算是有獎金 上場就輸給轉世大人 那一場又操控了步速 但他追上來都越追越厲害 今次放了蘇兆輝上去 我覺得會幫到這隻馬 靠硬工 最主要是2號的蒜頭爺 應該都是熱門來的 馬房要賺錢的 那一對搏 9號的靚騰王 上場其實出閘有點意外 見到賽後報四出閘絕 結果基本上他們發揮不到 前一次贏馬的最佳跑法放頭 他也算是破了第四相 你要計算他不是用最佳跑法 也有這樣的表現也不差 那他前一次就是 自己放頭 一放到底 就贏馬 再前一次也算是跟前 他在谷草2200億的路程 又跑過第四輸 兩個人身位 今次用田泰安 又說好檔 這檔位當然不是太 但是希望他早段 押得到前面 出閘順順利 這些馬 跑大長途 希望他押入一席 再加上12號的醒目快驅 輕綁 跑大長途 是一個好處 加上這隻馬 都有個好表現 今季 莫雷拉那次就千百輸給金銅 今次 再放莫雷拉上去 都是fit 輕綁 優勢 希望幫這馬出頭 之前就是谷草打踏三場 跑亞軍 上場田祖先走樣 這兩隻 今場重複一次 都是我自己的重心 嘗試 主打2號的蒜頭爺爺 Win 馬防那隻 同購6號的得意 次選 9號的靚頭王 12號的醒目快驅